HELLO 大家好 好像很久沒有跟大家分享 買的一些 Amazon 的食用小物 最近因為去年年底的時候 剛回來就是有一個 10到11天的旅行 然後這個旅行當中 我也是一如往常而照我以往的習慣 我覺得可能在這趟旅程中會有用的東西 我就買 先買起來 然後適用 適用的原因是因為 當然一方面也是看是不是可以增加旅程的方便度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如果不好用回來 全部把它退回去給 Amazon 這樣子 所以大家其實你在買的時候 我覺得可以多多嘗試 雖然說我今天跟你推薦 我自己覺得用過之後覺得不錯用的東西 但是我還是覺得大家可以多多去 嘗試看看 然後再決定哪些是你喜歡的 那這次旅行呢 因為去了11天 但是其實因為我們中間有可以洗衣服 所以其實我大概帶了5到6天的行李 那因為這個一個書包 一個包包 後背包 然後加一個 carry-on 其實就是在行李上 其實就其實你不會想要 就是我的想法是這樣 就是我不會想要把我帶去那個很大的後背包 實際上是拿出去就是使用這樣子 所以這個我又買了一個就是可以摺疊的 就蠻輕鬆的後背包這樣 那它可以摺到這麼小 所以其實我在旅行的時候就是 是把它放到我的大背包裡面去 然後到當地的時候 使用上我就用這個後背包 那後來使用發現非常好 然後我那時候買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看了這次旅程是 天氣是會下雨 所以其實我買的是Waterproof 不是Water Resist而已 那這個其實就是很簡單 就是它裡面就是一個 就是你就有點像那種 折疊相關的那種包包啊 就是可以折進去這樣 然後所以它打開就是差不多 我記得它那個號稱好像是20還30公升的量吧 那原本的包包 原本這個口袋就會折進去 然後當作一個這個就是背包裡面的這個小 然後就這樣子起來 它就是一個完整的背包 那這個背包的話就是 跟一般的背包一樣 就是有左右都有這個放水壺的啊 然後前面這裡可以放一些個人物品啊 然後裡面就是一個空間 所以其實我那時候估計的大小啦 大概就是希望它可以放進我一些這個相機啊 然後相機的電池啊 然後以及這個一些水聲用的東西這樣子 對所以這個就這個我就蠻輕便的 所以我後來使用就覺得說 欸就是有責任幫了幫上我的忙 所以這個這個基本上就不會退了 這個下一次下一次還可以再用 而且其實這個這個不貴啦 然後就今天跟大家就是介紹啊分享 分享這些東西就是我會把它連結就是放在下面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造型啊或者是這個價格啊 就是如果你覺得想試試看的話就去試試看這樣子 然後你也可以多多比較不同的種類 所以這個很簡單啊就是我其實在那個什麼走路的時候 我也可以把它遮起來這樣子 跟我的那個容一樣 然後這個 這個是這次沒有帶去啦 但是今天就連續介紹好幾個東西 這次沒有帶去但是其實我要帶的話我是裝得下 這個是一個隨身的藍牙喇叭這樣子 那我那時候其實最初買這個的時候 是因為我的筆電的聲音不夠大聲 所以我想要這個裝一個藍牙喇叭 然後也是方便攜帶的藍牙喇叭 然後那時候會買到無線的原因 是因為本來想說可能也許可以帶出去用 但後目前還沒有啦 那所以這個也是它特價的時候買的 所以應該是二三十塊吧 那這是Anker的 所以也是比較值得信任的品牌這樣子 然後這一次主要買的 我覺得蠻有趣的是接下來要介紹的幾個東西 就是這個 這個是它是這樣子 然後它可以把你的手機夾上去這樣子 然後它可以轉來轉去 但是你在轉的時候你要小心 就是不要在它不能折的那個角度 你把它折下去應該就會斷掉這樣子 那這個 所以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東西是怎麼使用 就是因為它這裡有可以夾嘛 所以你在飛機上 我這次主要買的 用意就是在飛機上 以及在那個火車上的時候 我可以 這它不是有那個 可以放下來的置物盤嗎 那你如果沒有放下來的時候 你就把這個夾在上面這樣子 然後它就可以當作是一個 你的這個手機架這樣子 那你當然也可以 你可以把它夾在你的心理箱上面 如果今天不是在 你是在通勤的時候 然後就是還沒有上上車的時候 那也是一個 然後這個我覺得比較有意思的是 售後服務 就是它它那個裡面其實有附個單子 然後就是跟我講說 欸我如果就是 幫他們 在他們 這個 下面留言 然後說我使用這個 我覺得新的 我覺得不錯啊 推薦的話 它就免費再送我一個不同顏色 然後我後來就 真的它還寄來一個給我這樣子 所以 我現在有兩個 就是它一個白色的這樣子 然後 對所以 這個 我現在 我現在就有兩個 然後這個 這一模一樣 這樣 但是不一樣的顏色 它應該有五六個顏色吧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那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 方便啊 就是 你 這個 你就不用手拿著 你就是 在那個 情況下 你可以夾在那個 通勤的時候 可能是 在搭火車啊 搭飛機的時候 我可能可以用到 但我這次有發現 它一些 受限的地方啊 因為 畢竟它夾的時候 其實 必須你要 你看看它這裡 有這個厚度嘛 所以如果你這個 進去夾的那個空間 比這個窄的時候 就沒有辦法夾 所以 我那時候在看 NAMMSON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 有另外一種 就是 勾著而已啊 但是我不知道那個實用性怎麼樣 所以 大家可以比較看看 但這個也沒有多少錢 所以 後來決定買 試試看 就這樣子 那 我後來實用 也確實是 就是 整趟旅程也是用到 蠻多次 所以這個應該 一直不會退 然後我這次覺得 非常好用的是 這個 就是 它是一個延長線 但是 隨身攜帶 然後 它就可以 弄成一個這麼小的 這樣子 它這個打開之後 它就是可以 插三個孔的 然後 這個就正反面 各有一個三孔 這樣子 那這個孔也可以 開關 這樣子 把它鎖起來 鎖起來的時候 可能就可以 避免灰塵進去 然後 打開的時候 當然就可以使用 那這個 它正反面有這兩個孔 所以意思就是說 當我這個 插下去的時候 我就可以插兩個 那可能一個插你的筆電 一個插 看你要插什麼 這樣子 然後 它這個以外 它有一個Type-C的孔 然後以及兩個USB孔 這樣子 那我這次在使用上 我這次旅途上 其實後來發現說 就是我只有帶到這個 然後其實我都 我這種 就是這接頭 完全就是都忘記帶 這樣子 但是後來就是 這些即便忘記 這個就夠了這樣子 所以 本來是有一點慌張 想說 旅途一開始就發現說 這個 剛上飛機 怎麼就是找不到這個 但我就直接用這個了 所以就沒插 只是說 你說這個跟這個 比起來它比較大 但是 比較大 它就可以是 插 就是 你如果要插筆電的話 這個沒辦法插 筆電的B-7 所以就是 就這樣子 就是 這個是非常好用 我個人非常推薦 然後 以往以來 這個 這個 大家常常看到 有兩個插孔的 然後 後來我發現 有三個插孔的 就是 三個插孔的 應該是沒有四個插孔 如果有 那時候就不會買三個插孔 然後 三個插孔 它一次是兩個 然後也是 所以 如果 以後大家要買的話 我是推薦你直接買三個孔 就不用買兩個孔 這還多一孔 這樣子 除非是 它這個兩個孔的造型 你喜歡的話 那也許 你可以考慮 所以這個也是 後來我買了之後 就是 也沒有退回去的東西 這樣子 那 最後一個跟大家分享 是一個 就是 延長出去多個孔的 轉接頭 這樣子 那最前面是Type-C 然後我後來買了一個 很方便的東西 就是最近買的 就是因為我筆電上面的 USB孔 插滿了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就 改變一下 這樣子 就是它原本是 因為我筆電上只有一個Type-C 但是USB孔有兩個 所以我就把 這個Type-C 接了一個 Type-C轉 Type-A 就是轉USB 這樣子 上去之後 然後我的原本一個 我就 暫去 其實我原本已經插一個 就是 無線滑鼠的USB 然後最後一個USB 就插這個上去 然後這個上去之後 它可以再多出 2 3 它可以再多出3個USB 這樣 所以等於說 雖然這個插進去 但要多了3個這樣子 然後 以及它這個有 HDMI 然後有一個Type-C的孔 喔有兩個Type-C的孔 所以 兩個Type-C 三個 USB A 然後一個 這個HDMI 所以 這個其實是蠻 蠻多元的這樣子 那 我就是租車的時候 其實也有拿這個去插 插上去之後 也是可以這樣子 然後 所以 這個是不錯 然後 額外 就是 這個可能也可以介紹一下 雖然我 我後來沒有退掉 但是 我覺得這個就大家參考 就好了 就是 它是一個 一個USB 然後出來 前面 有兩個Thunderbolt 然後一個 Micro USB 然後一個USB Type-C 就是 總共是 一個出來 有四個 那 這個我就是去租車的時候 就是 在前座駕駛座的時候 插上這個的時候 就是 複駕 如果它剛好 不是 兩個人都Type-C的話 就可以 共用 但是其實後來我發現 這個在 實際上自己使用的時候 就這樣 天女散的話 就是 其實 有一點沒有那麼的美觀 所以 但是它其實沒有多少錢 所以 我有在考慮說 是不是 就不退了 就可能就把 留著使用 因為其實 我還是有在使用它 這樣子 所以這次就跟大家介紹這幾個 這個 旅行 這主要是這一次 這個影片 介紹一些旅行 可以帶的 買 買 還有使用的小物 這個 這個 轉接頭啊 然後這個 這個 三孔的 這個 插頭這樣子 然後以及這個 幾小型的 這個延長線 然後它有分出 這個 兩個 這個 插頭 以及兩個USB 一個Type-C 然後 這個 在火車 旅行上 以及坐飛機的時候 可以夾手機的 這個 這個 支架 然後 以及這個 藍牙 麥 藍牙 嗯 Speaker 嗯 中文是什麼 麥 嗯 音響 然後 這個 這次非常實用 就是一個 背包這樣子 好 那 這個 這次就跟大家分享這些啊 如果 之後有 嗯 其他 其他有趣的東西 再跟大家分享 嗯 好 拜拜